你常常有這種症狀嗎 想買不敢買的股票總是最標 買進的股票往往一買就開始跌 但其實選股、買股、報股 這件事情可以很簡單也很快樂 讓外資操盤手出身的林玉凱分析師告訴你 快樂其實可以很簡單 歡迎收聽股天樂 摩爾投顧110年 儘管投顧薪資第026號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午安 你今天有順暴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外資出身的分析師林玉凱 我們可以看到昨天台股大漲344點之後 把趨勢整個給扭轉了 那繼昨天大漲完之後 今天早盤雖然一度的有下跌 可是下跌不用怕 怕就輸了 昨天這根長紅K 其實已經起到了指標性的作用 就技術面來看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畫成一條下降的趨勢線 就是說你如果把這個3月底 一路到5月整個高點的連線畫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它是跟月線非常貼近的一條下降趨勢線 好那各位 雖然在上個禮拜五的這根紅K 算是有一點點冒出頭來 可是如果昨天台股是跌的 等於說又變成一個假突破了嘛 趨勢就沒有反轉了 可是昨天的跳空長紅K 等於說它在昭告天下 現在趨勢就是反轉了 那同一時間我們再來觀察其他條件 昨天我們在節目上花了一些時間去看融資券 那我說過散戶呢 真的叫做是最佳的反指標 那我們先從融資看起 其實這一波呢 融資在兩個地方有做過大減 有兩波是大減的 一波是在4月25號到4月27號 也就是4月的最低點 破底的那個時候 那另外一波呢 有一波是這個融資連久減 出現在5月6號到5月的18號 那我們知道這一波台股呢 也是在5月12號創下最低點 剛好就在這個中心點的位置 這兩波呢是融資大減的時候 那兩波加起來大概 散戶總共砍了600多億的股票出去 600多億 那砍就砍在俗稱的阿呆股 其實有時候 我們在操作上最不爽的事情 往往不是賣出會漲的股票 而是就賣在他起漲之前 那這是真的算是最幹的一件事情 那這就是這一波散戶的操作 那我不是說很多股票呢 其實領先在4月29號都落底了嗎 所以各位散戶在這個地方 落底的時候先賣一波 接著很多股票後製後絕一點的 也會跟著台股在5月12號一起落底 所以散戶在這個地方又賣了第二波 所以你說悶不悶 落底的股票4月27號它先賣掉了 第二波落底的股票 它也在5月12號前後全部賣掉了 真的是悶到不行 那看到融券你會覺得很悶 看到融資你會覺得很悶 可是看到融券呢 看到融券你會更悶 因為其實各位你看一下這個融券 都真在什麼地方 同樣的4月26號到5月的5號大增 再來呢5月11號12號大增 5月16號到18號大增 5月24號一路到昨天為止 連續5天全部都是融券大增的 天啊各位空空空空空 這個叫什麼 凹單攤平 凹單攤平 也許可能你如果只是單看指數的話 你會覺得第一筆似乎空的還不錯 可是不要忘記喔 很多股票是在4月27號就落底了 所以第一波進場放空的人 很有可能早就被嘎了 藉著嘎嘎嘎嘎嘎 散戶全部都變lady嘎嘎了 可是散戶仍然不甘心嘛 所以持續加碼放空的同時 由於趨勢的改變 又會吸引到原本還在觀望的這些 專業投資人啊主力大戶 所以又把散戶嘎得更高 所以你認為接下來行情會怎麼走 其實不言可喻了喔 那我一直在強調 不論你是操作 股票期貨選擇權 在我們的LINE 我們的Telegram 你一定都要加起來 等一下廣告都會有資訊 因為我在任何的面向 不論是指數的方向 個股的方向 我都會給你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我都給你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而且跟其他分析師所不同的地方是 我不會反反覆覆 我也不會模擬兩可 看多就多看空就空 在禮拜天的發文當中呢 來我明確的告訴你 台股的趨勢已經改變了 我把原文先念給你聽 禮拜天的晚上10點29分 我告訴你 台股完全如我的預期 不疾不許以橫盤整理的姿態 突破月線與下降壓力線 同時美股正往強彈之路邁進 你一定要能意識到 趨勢正在悄悄的改變 當我講明確的告訴你 趨勢已經改變了 這個禮拜果然就噴出了 那第二件更重要的是呢 我們一樣先念原文 我說幾個月來 台股由高到低跌了超過300點 但我們透過正確的策略運用 在不同的行情以不同的方法 創造績效 從二三月的黃金買點到四五月的底底高 相信大家記憶猶新 因時置疑 因地置疑 始終是我們的強項 隨著時間進入到六月 我將重新擬定最適合當下的行情操作策略 好 所以各位 我已經告訴你了 我們在二三月運用了黃金買點 創造了一檔一檔的佳基 二月賺兩百多% 三月也是兩百多% 黃金買點的公開教學分享 當然有時候在廣播上面 沒有辦法講得這麼明確 因為這都要搭配圖型的一起來觀察 所以YouTube頻道 你也可以搜尋林玉凱分析師 好 那二三月呢 我們透過基少 成多 仍然在二三月這種行情 創造了這個成績 四月的底底高更不用講了 直到現在底底高的股票都還在噴 那下半段我們會說 現在挑選底底高的股票還是OK 現在就看主力想要做到哪裡 可是這一批股票拉高之後 主力逢高就有可能開始出脫了嘛 然後瞄準新的目標 所以現在我要告訴你 我要提供你一個新的操作方向 好不好 這句話你先記下來 叫做五月打底六月衝 五月打底六月衝 那什麼叫五月打底六月衝 原本我們的選股方向 是找底底高的股票嘛 也就是說呢 在大盤四月破底五月再破底 我們要去找到四月底部比三月高 五月底部比四月高的股票 這是底底高的全股邏輯 可是六月會有全新的邏輯 因為會有全新的邏輯 我們要先接受五月才落底的股票 只要它同步能夠滿足另外一個條件 就有機會成為標股 什麼條件呢各位 第一個條件是 突破下降趨勢線 與台股一樣喔 突破下降趨勢線 你只要一旦把這條趨勢線突破了 你就很有可能跟台股一樣順勢的噴出大漲 好那再來第二個條件呢 第二個條件就是說 站上季線之上 站上季線之上 各位加權指數就目前來看 雖然是突破下降趨勢線 也站上月線了 可是季線站上沒有 並沒有 並沒有 可是呢你會發現 很多最近這一兩天開始走強的股票 它已經領先的突破下降趨勢線之外 它也站上了季線 我舉幾個例子 你可以看到 3264的心權 昨天拉一根長紅K出來 突破下降趨勢線 今天直接再往上漲 季線就收復了 季線就收復了 或者說我們再看一檔 台雅 2340的台雅 同樣的 它也是突破下降趨勢線之後呢 今天再跟長紅K 亮燈漲停板 也把季線給收復了 有沒有發現 再看一檔就好了 來各位 6278的台表科 同樣都是符合我所講的這種選股條件 那今天的表現都還不錯 我認為在6月份 這種類型的股票 也是有可能做表態的 那麼我們再看回到 我們原本的選股方向 底底高的股票 我相信呢現在 講到底底高 這種選股邏輯 再看到盤面 一定有一檔股票 你會直接聯想到我 就是8478的東哥遊艇 各位東哥遊艇 即昨天亮燈漲停改寫歷史新高之後 今天繼續亮燈漲停 繼續改寫歷史新高 昨天我講 有東哥就有凱哥 好不好 你要做東哥 你一定要來找凱哥 各位 這一檔股票我們講多久 從2月開紅盤 一路講一路講 一路分享到現在 不離不棄啊 真的叫做不離不棄 不論是基本面 籌碼面 形態面 我們一個一個為你做分析解說 各位 今天東哥不斷的在改寫歷史新高 這份榮耀我們參與其中 我們也感到光榮 好不好 各位東哥遊艇 持續性的來做一個表態 這就是我們的核心持股 也是我們上半年 最精彩最精彩的代表作之一 好不好 那我們不跟其他人一樣 看到漲停板就來蹭熱度 好不好 這檔股票是不是我的 我相信你比誰都清楚 你比誰都清楚 東哥遊艇現在呢 你還沒有買的也不用追了 好不好也不用追了 因為我們已經賺飽飽 隨時可以準備下車了 可是現在重點是 你如何再去找到 下一檔可以買進的股票 好不好 剛剛已經跟你分享過 最新最新的選股邏輯 好不好 五月打底六月衝的股票 這是現階段 我們要把握的方向 那當然 也許你會有一些選股的障礙 也許你對於行情上 仍然有一些質疑 沒有關係 透過等一下的廣告資訊 LINE一定要加入 好不好 因為LINE你可以跟我做一個 一對一的線上互動 好不好 任何持股 任何操作的問題 都歡迎你 透過等一下廣告資訊 找到我 加入我 關注我 與我聯繫 我們明天見 拜拜 進廣告囉 有機精廣米 新上市 豪市集和台灣最大的有機農場 迎川永續農場攜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蓮府裡 我們契作了一片23年來 都在種有機米的稻田 用鏽谷鑾吸上油全圓灌溉 孕育出鼓力飽滿的高雄139號稻米 精廣米 有機白米 糙米 有機雙認證 中廣聽有價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想跟著老師操作提高勝率嗎 快搜尋小老鼠WIN 16888 小老鼠WIN 16888 加入老師Lite 每天都會有即時的財經資訊 盤式解析 透過核心持股 加上衛星持股 再抵擋佈局 才能讓資金翻倍 我們無法控制台股的走勢 但可以控制自己選股的方式 林玉凱分析師 給你最專業的分析 最靠譜的獲利 趕快來電0800668085 0800668085